看看新闻吧 他生前的影视作品片段 不少曾与黄达亮合作过的演员 也送来花篮 悼念这位昔日搭档 下午三点半 追悼会正式开始 听着上海演员剧团团长崔杰 描述着黄达亮的一生 亲人们哭得泣不成声 黄达亮1963年进入上海演员剧团 热爱演戏着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直到去世之前 黄达亮还有三部喜悦在身 他在演最后一口气之前 他还身兼三个剧团 他就是因为喜悦 他不是为了挣钱 他太太说你不要紧 他说不行 他说人家已经找了一档圈了 觉得还是我没讲合适 我休息好了我会去 我会去看 但跟他合作的演员印象中 黄达亮乐观积极 无论什么时候见到 都是乐呵呵的 挺好 挺自信 我还说了哥哥 我说你怎么样 挺好挺好 气色挺好 但岁月不饶人 毕竟是七群老人 长时间在剧组 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 黄达亮的身体 其实早就发出过警告 那一年我在横店拍 爱神拍 他在另外一个剧组 我知道他在拍摄现场 拍摄摑倒 我觉得他那天好像就有一点点威 就人走道完那个状态笑也是 好像是硬笑出来 适者一去 生者奸重 黄达亮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秦武爷始终活在大家的心中 也希望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一路走好 我们共同把他留在心里 送他一场 让他一路走好 是的 愿黄老一路走好